星都日报社评 昨天是俄乌战事爆发两周年 明欧退出西伦制裁俄国措施 然而直制裁打击俄国的力度已经越来越弱 加上乌克兰出现严重决兵决武器问题 令战事形势转为对俄方较有利 俄罗斯近期经济外交亦出现好转 乌克兰和其幕后支持者西方就陷入困局 俄乌战事虽然踏入第三年 俄乌和西方明显已现疲态 但美国仍然力主战事持续以消耗俄国国令 令和平契机迟迟未见 全球阵营对抗难以缓和 为全球和平和复苏带来重压 明报社评 一年一度的慕尼克安全会议日前闭幕 主办方发布的2024年 莫尼克安全报告认为 后冷战时代关于和平稳定 和经济发展的乐观主义已经消散 世界面临陷入双输局面的风险 西方国家对国际局势的悲观情绪 特别反映出目前受俄乌战争 移巴冲突 经济危机 但西方世界似乎欠缺自我反省能力 反而坚持令和博弈逻辑 即哀叹自己不能全胜 对新兴经济力量的崛起 充满不安和戒心 如此悲情不仅无助世界和平 反而是对全球稳定的新威胁 对新兴经济的崛起